疯狂的狮子,攻击人类 看看这小伙子 有点害怕了 其实它很安全的 这个车的防护很到位 接下来看看犀牛 这是双脚大犀牛 攻击人类,攻击汽车 犀牛脚可以把汽车的板筋干穿 犀牛皮像盔甲一样,相当结实 现在游客的胆子是真大 近距离的接触狮子 这个狮子王很容易攻击人类 所以说这个驾驶员心理素质一定要高 这个狠不狠 直接把轮胎干爆 犀牛可以轻松的把汽车干翻 本身自己的体重就三吨重 所以说把汽车掀翻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看看狮子狩猎犀牛 看看狮子狩猎犀牛 这家伙干一地烟呢 有的时候啊,动物之间 同类之间的厮杀呀 更残酷,下手更狠 小犀牛啊,无能为力啊 也帮不上他妈妈忙啊 这真是枉死了干的 直接干跑 这个母犀牛很疯狂 看看最牛逼的民族啊 最原始的 他们的狩猎方式很简单 就是大刀长矛 他们可以近距离的接触狮子 这胆子绝对可以了 存存的马赛族 最勇敢的民族啊 突然袭击啊 看看鳄鱼狩猎的名场面 直接给狮子亡一口 下口挺黑啊 只要在水中啊 所有的动物都是它的攻击目标 这就是霸主 嘴中的杀手 狮子王下雪一样被他干够呛 鳄鱼身上的皮啊像盔甲一样 牙齿呢相当锋利 而且咬合力超强 但是一旦上了陆地啊 他又干不过狮子了 只有在水中啊 他占了上风 但是你看看 这三只狮子啊 也没有拿下他 这一跳啊 直接跳到河里去了 吓坏了 看看鳄鱼这咬合力 直接拽下水 猎豹啊 这个猎豹还侥幸的上岸了 但是尾巴啊 被鳄鱼咬住了啊 这个肉食动物啊 还是很凶猛的 这个更牛逼啊 咬住大象的鼻子 很多大象啊 没有鼻子都是鳄鱼干的 喝水的时候啊 突然袭击 直接把鼻子咬断 绝对是超强咬合力啊 这小油猪的速度够猛 看见鳄鱼也有失败的时候啊 手猎的成功率啊 不是很高 直接咬住脚马的后腿 这个脚马啊 直接把鳄鱼拽上岸了 非洲野犬 直接把岸上的哥们们看傻眼啊 谁也不敢下去营救 所以说到了鳄鱼的地盘啊 相当小心 这个牛逼不 直接咬住沸沸的脚 肺肺的攻击性很强的 但是也也是没有逃过鳄鱼的魔爪 给鳄鱼点赞啊 最原始的游牧民族 他们保持着最原始的狩猎方式 现在他们准备寻找猎物 出发之前呢 他们做着各种的仪式 保护他们的平安 他们还是很迷信的 狮子在他们面前呢 就是一个猎物 成年里就是要狩猎一只雄狮 所以说这个民族啊 非常的血型 平时喜欢喝鲜的牛血 你说说有多么生性啊 他们现在有了自己的文化 自己养的牲畜 还有了自己的村庄 狮子啊 经常狩猎他们的牛羊 这也让他们很恼火啊 想过点平淡的日子都不允许 都被狮子打破了 没有办法 他们只能把狮子赶走 保护自己的牲畜 这小皮肤啊 又可以增量的 一看就很健康 狮子的工具很简单 大刀长矛 弓箭 狮子轻松的放弃了食物 赶紧逃命 看看用一根藤条啊 直接把猎豹赶走 这胆子是真不小啊 这个平时也不穿衣服 这也真是个劲儿啊 这么热的太阳 真抗燥啊 这就是传说中的轮胎鞋啊 非洲最实用的轮胎鞋 适合奔跑啊 疯狂的老鹰 狮猎猴子 看看这眼神啊 是真好使 可以发现几公里以外的猎物 然后呢 它才俯冲下来 把猎物牢牢的抓住 这个爪子啊 可以抓到猎物的肉里面去 看看有多么锋利 危险马上就要降临啊 再看看狩猎毒蛇 眼镜蛇啊 老鹰狩猎眼镜蛇啊 它可以抓住蛇的七寸 直接一招致敌啊 直接抓住要害 这就是一物降一物啊 一点反抗的机会都没有 看一看这个爪子是真好使 把这个毒蛇啊 拿得死死的 今天可以饱餐一顿了 今天干的漂亮啊 起飞回家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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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